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港股成接昨日的跌勢 大市低開24點後跌幅隨即破大至接近200點 雖然匯豐10月PMI初值好過市場預期 一度令大市跌幅收窄 不過其後再度回落 恆指中午收報22795點跌204點 有傳月秀落實收購創英銀行 本地銀行股做好 永恆升超過1% 大新銀行、大新金融齊齊破頂 分別升超過5%和2% 主廠銀行今早就停牌 匯豐PMI好過預期 加上得銀對子業的看法 轉為溫和正面 子業股做好 其中9指急升超過9% 李文造紙、陽光子業 分別升超過4%至5% 神明子業也升超過2% 焦點股方面 神話指出 內地下條燃煤基組上網電界之後 預計會令今年度的利潤總額 減少大約6.1億元人民幣 拖累股價今早跌超過2% 另外安德里果汁的主席配偶 提出全購要約 股價復排之後 今早升超過16% 成交會的股份方面 內地今日繼續暫停業回購 內行股下跌 建行、公行分別跌超過1% 收視之後會有3分鐘視頻 再見